童年啊 對啊 就是各種可能跟隨的Jungle 一起在野區過了很多小兩口的日子 對 我覺得這一次Ziv拿到這一個 算是非常亮眼的成績喔 其他今天在這一場比賽的表現 好 我們現在正式進入了BANPICK 藍方是麻吉一七 紅方是HQ 對 這邊很快BAN掉葛雷夫 應該也是老三昨天的表現 真的是非常非常亮眼喔 葛雷夫的爆發性傷害 其實在昨天閃電量是比較難以去做處理的 是 葛雷夫這隻角色呢 他最大的缺點只是沒有Gank的能力 對 但他其實 我覺得他可以換一個方式強勢 他的Gank方式是屬於 把你打一波消耗掉血量之後 你在對線上面會變得痛苦 必須要回家 那他就可以私意的去掠奪地球資源 對 好 我們現在呢 可以看得到我們麻吉的第四位選手 他的ID是LMS OB5 那是因為他本身的比賽手機帳號有點問題 所以借用了一下我們OB的帳號 對 那會在BANPICK這邊喔 HQ這邊很快的歡迎的 近爪 鋼普朗克跟Lulu 那我覺得鋼普朗克基本上就是在紅方 你必須要承擔的一個BAN角 那近爪其實昨天不管在紅藍方 直接上閃電狼的時候都是有BAN掉的 應該是Mountain這邊可能比較沒有使用的這麼好 對 我們在昨天對閃電狼的比賽當中 他兩場都BAN的近爪 對 就不管他紅藍方他都選擇BAN掉 那應該就是隊伍在這隻角色的理解上面 可能是覺得他比較難去處理 或是說自己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對 昨天感覺是要封鎖CASA 但是今天都這樣BAN了 感覺就是他本身Mountain對於這隻角色的理解 跟掌握度不是那麼的高了 對 不過我覺得Mountain這邊BAN掉蕾茲也是 對於藍方來講是一個比較少見 因為現在基本上都會非常希望能夠搶到這個PAN 對 藍方其實某某都是讓紅方去承受這樣的一個BAN 那麼蕾茲呢在LHQ中路選手換了Chowy之後呢 我覺得以蕾茲這隻角色 他可上可蹤的一個彈性會更大 對 所以他選擇自BAN這也是很能理解的 而MARGI17呢 BIRTH PEEK 克朗德 對 克朗德其實如果大家有看Dreamer平常在開實況 你就知道這角色真的是他非常非常擅長的 而且是他第一次在 就是第一個在LMS拿出來的角色嘛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對這隻角色非常理解 然後再加上他有一個錯位的選項 所以對MARGI來說這邊是一個非常好的戰術性的應用 對 因為現在還有Open的一些還不錯的角色 先搶了克朗德 先看一下對方算出什麼陣容 哇 我AHQ 又選到了坦肯齊啊 對 沒錯 我覺得看來MARGI這邊應該是有所準備 不然的話看了昨天的比賽 其實你應該要在這邊選擇把它變掉 對 因為昨天閃電量 他們沒有辦法破解這一隻角色 對 現在一直感覺是有種 大家在挑戰大魔王的概念嗎 就是所有人都要挑戰一下自己服的這個坦肯齊 我讓你拿 我真的是要打破你這一招 我覺得如果今天MARGI17 還是沒有辦法破解的話 HQ接下來都很難選到這一隻角色 對 沒錯 對 然後第二個打野位選擇的是雷克薩 對 其實這一隻角色也是MARGI17 一拍是在去年夏季賽的陣容調換之後的一個非常亮眼的角色 那這個角色其實整體來講 它的功能性非常強 它在後期能夠給予一個視野 那在前期的傷害量也是足夠的情況下 是一個非常好選擇的 對 它是一個備受NRF的Drumble角色 儘管它被NRF了 但是它的聲納感應 有這樣的一個系統存在 會讓它永遠都是處於 對 尤其是 尤其是以現在這個視野量減少的情況下 它這個聲納系統更顯得重要了 是的 沒錯 好 我們的MARGI 接下來選擇的是二三Pick都出來了 是牛 以及拉克斯 對 拉克斯這邊有點感覺是要搶掉 邱如昨天的角色 邱如昨天的拉克斯其實玩得非常亮眼 對 那這場看起來是有一個要比較高下的地位啊 拉克斯不只在我們本身也會每次賽區出現 LCK也有出現這隻角色 主要是這隻角色 第一個是它非常的好搭配雙後宣言這項裝備 那再來就是它在遠程的Poke能力 其實也是數一數二的喔 是 瑪吉已經選擇了這兩個強勢目前的輔助 所以HQ也當然是選擇了剩下的輔助位 我覺得瑟雷希是很有可能會做的一個Pick啊 嗯 對 因為這邊看起來牛應該是一個Support位的情況下 感覺特朗德會換到其他地方去喔 對 它現在是可善 或者是Jungle完全是端看 對面端出一個什麼樣的陣容了 沒錯 而HQ那第四個Pick選擇的是伊澤瑞爾 哇 伊澤瑞爾在非常熱門啊 對 因為以現代來講的話 AD型的中路其實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包含了它的傷害 或者說它的Poke能力其實都不錯 那說不定這邊有可能是由邱瑞來使用 因為其實你們沒辦法確定說 搞不好這場小安家玩的是酷騎也說不定 對 因為他們現在紅方還有一個Counter 對 其實還留了一個位置來做一個選項喔 因為中路伊澤瑞爾這種雙AD的一個打法跟跳路 往往都沒有被淘汰掉 對 每個地區每一個隊伍都還是會想要 嘗試打這樣的一個套路 因為它實在是中後期火力輸出夠猛 點塔速度夠快 有它的強勢的地方 對 其實以現在來講 整個遊戲時間慢慢縮短 前期搶資源會越來越重要 那雙AD的陣容可以保證你來推塔的速度上面是有一定的水準 就可以掠奪到更多地圖上的資源 然後來做一個推進 但是伊澤瑞爾在這個版本中路前中期都還算是一普遍小弱勢的一個情況 它在上一次盛行跟火紅的版本是中路演樂年代的那個時候 對 就是在LSU演樂走一個算是半AP流的一個狀態來做一個打中路的對線喔 所以因為有演樂 所以伊澤瑞爾它的一個火力成長會變得拉到很前面 可是演樂被改動了之後呢 要先濃水滴然後慢慢出裝備 它整個火力就會慢慢延到15分鐘之後 對 不過這邊應該是因為看到對方選下的 其實是拉克斯的關係 所以可能是覺得以一個對農狀態來講是還可以接受的一個狀況 是嗎 接下來選擇的呢 是伊莉絲以及克莉絲達 對 伊莉絲來講的話其實在 我覺得對TITAN來講是他出登板第一次選的角色 應該就是他非常有自信的角色喔 不然他不會選擇拿出來使用 原本我還很期待他玩拉姆斯之類的 就是卡電波車選手 那個各種甩尾 對 那個路彎的角度就是出神路化 撞得剛剛好啊 讓你看不到車尾的那個小兵 對 很期待 但是呢拉姆斯這次沒有出現 這是在前幾個版本當中拉姆斯還算是可行的 但是呢他的風向能力還是沒有那麼的優秀 對 尤其是他的後期來講只能聽 前期來講他的傷害面上面比較缺乏 那就變成你的隊伍必須要是一個高傷害的線上的角色喔 好 HQ 最後一個peak 出來的是吉林 哇 這是昨天閃電狼第一場有ban的角色喔 其實昨天閃電狼的第一場有ban掉吉林喔 看起來其實是對HQ有做功課 那Machi這邊可能就是選擇ban了其他角色 然後來選這個 就是放出這個吉林的一個對戰 對 因為其實這個版本呢 他有一個很好的 這算是拉打的能力 對 可以利用他的加減速來做一個拉打 再加上他的炸彈現在也提供一個很好的CC能力 對 所以說他其實在拉打上面還不錯 再加上我覺得如果他把他的大絕放在一個 已經快死掉的坦肯齊 發現復活之後又是一個超坦的坦肯齊 會變得很恐怖喔 是 我們的組合都已經出來了喔 Machi的上路線呢是特朗德 打野伊蒂斯 中路拉克斯 AD位克利斯打以及輔助牛 HQ呢 則是上路昨天大殺四方的坦肯齊 Trungle位 雷克薩 中路位吉林 AD位是伊澤瑞爾 配上輔助位的瑟雷希 對 我覺得整體來講HQ這邊比較擔心的是 他們傷害面上面可能會有點不足喔 因為坦肯齊雖然後期傷害還是非常夠啦 但是整體來講對方有特朗德 然後再加上克里斯打其實的傷害 拉克斯也都是傷害不錯的角色 整體看起來我怕 就是吉林在後期的整個傷害面上會比較不足喔 跟拉克斯相比的話 對 因為坦肯齊在世界賽當中出現 都是走一個寶牌的性能 對 然後那個時候寶的人都是吉林克斯 這種大砲型的角色 但是HQ這一場的AD位選擇是Eazer瑞爾 不算是一個大砲型的AD 對 可能就是要把這個大塊朵魚的技能來做一個進攻喔 就是硬把你的坦克吞掉 或是可能像昨天其實Mountain都是直接走到對方後排 硬把對方後排給吃掉 對 一個坦四個是完全沒問題的 誇張的坦度 1.5%的 算是有坦克血存在算是1.5% 甚至兩條的血量 對 沒錯 再加上這次還有一個吉林 就更恐怖了 對 好 我們比賽正式開始 歡迎來到召喚峽谷 藍方 麻吉17 紅方HQ 目前大家看起來應該都還是一個善點站位為主喔 主要有可能會做的就是像HQ一前面一場比賽一樣 就是到對方的野區去插一個視野 不過目前看起來雙方應該都會在河道這邊互相對望喔 對 這一個版本的LV1陸野的選擇比較少出現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因為現在野怪重生的時間是1分40秒 對 而且其實野怪裡偷野怪搶到的東西其實不多 對方如果在另外一區的野區全部掃完的話 他其實一樣可以達到三等喔 所以沒有必要冒這麼大的風險做一個入侵 如果你LV1入侵沒有東西你要就是回到線上 或者是你被打殘要回溫泉 其實也比以前的版本少15秒的時間回到線上 對 再加上如果你入侵 那對方掌握到你的位置的時候 你的鏡像野區其實很容易被做視野 那這樣子的話你的Jungle其實行動是會受限的 對 所以五星連珠呢 是目前版本比較多數隊伍會採用的LV1套路 對 這邊看起來雙方的下路應該都是想要先吃一探野怪嗎 對 現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呢就是你起雙高輪我起丘吉 對 目前看起來的話 雙方應該都是完全這一個鏡像的開局喔 對 這樣的一個站位 就我們剛才在上一場比賽當中我看到了 雖然他們儘管下路雙人線都搶了野怪 對 想要快速來到LV2 但是 瑟雷西這一邊他來到LV2的時間點會比牛來得快一點的原因是因為 瑟雷西他是一個遠距離的東西 對 他其實刷冰錶 欸 這邊是想要先吃兩個小隻的嗎 對 這應該是直接吃兩個小隻的 不太可能打這個大大的藍buff喔 對 這邊其實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選擇 應該是想說這樣子會比吃Jungle還要早上線 那你可以藉由對線上的一些控制來講的話 你可以拿到比較多的優勢 而且血量的消耗也會比較好一點 對 好 這一邊直接往前屈前 靠得很近 但是牛跟我們的敵這一邊呢 血量都沒有來得對方 對 下路這邊能夠先搶到兩等的一方 會相當的占有優勢喔 就看說誰退兵的速度比較快 對 牛本身本身要搶二必須要靠近喔 這一邊 瑟雷西一率先來到LV2 要往前鬆奧 敵已經被打了很多血量之後 那雷身被pup了出來 還被打了一套技能的傷害 哇 我覺得這邊HQ的下路線其實有點誤算囉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想要對方那麼快就上二的情況下 小安的帳位其實有點偏前面喔 對 這樣子被打了一套血量之後呢 第一瓶水也完全喝光了 接下來對線都會處於一個比較弱勢的一階段 對 再加上他的輔助是瑟雷西 其實是沒有回復能力的 如果說你今天supus交換過來是牛的話 可能還可以理解 不過現在這樣的話 其實會讓他們的對線上面變得比較危險喔 是 所以雷克薩直接來控制這一個河蟹 那我們很常在現在的版本當中看得到 打野位會很早期就來控河蟹 對 因為其實河蟹第一個是他能夠提供你一個不錯的回血量跟金錢量 所以其實在前期的話 我覺得大家經過都可以吃一下 而且他還不會打你 對 他也不會打你 好開心 好 這一邊 哇 孟騰躲了一下 哇 他其實應該是有閃掉那個眼睛的 這個GANK的意圖出來了 過去翻山之後呢 拿到了APEX的閃現 哇 這邊其實算是蹲點蹲得非常好 他進入的那個時機也非常恰到好處 沒有被這個眼睛有看到 對 而且他也沒有被伊莉絲撞到 對 他完全就蹲在那邊 欸 對 他已經 他就是那個聖娜感應就是雷克薩這個真的很OP的地方 對 他其實應該有剛好看到伊莉絲的所在位置喔 對 而且雷克薩本身的這一個天生的聖娜 也讓他的手殺率變得非常的高 就是手殺率最高的打野位 對 因為他可以去調查到對方的位置來做一個相對的反應 對 他可以比對方有一個先一手的資訊 我到底要打還是不打 對 不過這邊其實在野區 他在持久級的時候是有被看到的喔 對 這一邊克勒斯拉兩個鬼魂一個是進入了對方的藍Buff 另外一個是控制河道 對 對 對 這一根眼睛有抓到雷克薩的位置 伊莉絲嘗試性的也是進入了對方的紅區 對 不過兩邊打野基本上目前看起來都還是一個偏濃的狀況喔 主要也是因為線上面不太好Gank的關係 對 反正是上路線的部分呢 因為坦肯騎其實是把特朗德一直壓制在塔內喔 對 我覺得近戰角色要處理坦肯騎其實就是比較難喔 不管是前期他能夠利用大塊朵魚來消耗你的血量 或是在中後期他六等之後有一個血量的這個傷害增加喔 對 儘管特朗德是一個坦克的殺手克星 也很難面對坦肯騎這一隻強勢無恥的存在 對 其實最主要我覺得原因是在於說 特朗德他是走一個吸走你雙防的一個路線 但是坦肯騎主要是血量的堆疊跟護盾 你打掉我的血之後呢 我還有護盾 對 其實你吸掉他的雙防來講的話 對於他能夠真正減少的效果其實比較小 是 好 這一邊伊蒂斯 反了對方的雙高輪 而雷克薩呢這一邊還能慢慢往下靠 看起來應該是要繞上去Gank嗎 對 這一邊往上靠是有機會的喔 喔 這一個小石頭很不停化 不停地在靠他 這邊真的不給一點壓力嗎 因為其實以上路來講是有機會的 對 也許可以拿個閃現 好 一根柱子擋住了之後呢 卡坤沒有扛到 而有打到這一邊也CD下來了 傳送下來的人會是誰呢 直接拿了手殺TP也取消掉了 哇 我覺得這一個Gank非常的成功 對 其實剛剛那個繞完全是 因為他是繞過了河道 他是走對方的紅區來去Gank 所以其實Zeeve這邊是完全沒有辦法預先察覺的喔 對 眼睛 眼睛他是藏在河道 他也沒有辦法掌握到伊蒂斯這一個位置 對 Mountain這邊也只能 就是盡量地掠奪下方野區的資源來做一些彌補喔 不過剛剛看起來是有被鬼魂看到喔 對 但是他們的視野做得很足 浮野連動 下了三隻眼睛在對方的紅buff區 對 我覺得等一下伊蒂斯進來這個野區的時候 要相當的小心啊 其實對這邊的野區 自己家的紅區其實大部分都已經是AHQ的視野了喔 對 瑟雷希以及雷克薩 在草叢在蹲點 等了有被平到MX有點危險 那高有高到沒有閃現的情況下 反正翻了出來雷神傷害也出來了 回頭一個CC血量還很足 一樣是被擊殺掉了 由我們Trowin拿下了這顆人頭 對 雖然他剛剛很快就用他的進化來解掉死亡 宣告的控制 不過因為他其實已經交掉閃現的關係 所以其實這邊就相當的危險了 這有一點打贏 因為拉克斯他是有一個 能夠確認草叢不進的 對 他的一技能其實是可以做一個Track的喔 其實應該不用直接走過去才對喔 對 這稍微大力一點 沒有閃現 喪失了一顆人頭 Chowy這邊拿到了之後呢 回家可以補足更好的裝備 來壓制這個拉克斯 對 應該雙方的中路都還是要 以雙後宣言當作第一件裝備喔 畢竟這一件裝備給予的緩速效果 跟他的偵察能力實在是太強了 對 這個版本的中路其實生態很豐富 而且又大部分都圍繞在雙後宣言這個道具 對 如果你是屬於法師系列的話 基本上都以雙後宣言作為第一件的大裝 因為他可以取代以前大家很常出的黑魔禁書 那不管在功能性上面還是在性價比上面 都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雙鬼魂本身給予的緩速效果 那個CG非常的直觀 對 而且他可以讓你的指向機變得更容易密中 還可以遠距離開戰 明明很遠但是他開得到你 就是雙後宣言的效果了 對 而且他還可以做一個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一個check的功能 就是說你對方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你的鬼魂先來探對方的 Jungle區的視野 那發現如果沒有抓到對方Jungle位置 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一波攻擊喔 雙後宣言這一個道具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波的碰撞嗎 已經看到了招勵卡困有下來 可是對方雷克薩是六級還有翻山 還可以往前一個曲錢 一個拉克斯的技能 沒有命中Mountain 順利逃脫 剛剛那個距離其實不太夠 不過其實看得出來 雖然蜘蛛只有五等 但他的傷害還是相當的足夠 對 伊利斯呢 算是這個版本 碰撞下來說 一樣是比較強勢的打野角色 對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 在野區裡面還是相當強勢喔 對 而且本身AP位 也夠幫助隊伍提供一些AP的傷害 那之前AP角色呢 會是由九筒來當作一個使用者 對 不過因為九筒經過了不少四人 nerve之後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再像之前提供這麼好的 傷害面跟坦度了喔 對 所以漸漸的也不被大家所選擇了 漸漸的消聲逆期了 拉克斯這一邊呢 拿到了藍巴斧之後 貌似沒有辦法抗完這個吉林啦 哇 這個炸彈 遇到他之後兩個傷害直接下去 剩下半條血量 很痛很痛 對 而且這個半條血還是有傷盾的情況下欸 對 哇 剛剛那個雷克薩 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快到OB都跟不到 對 後來後面直接放棄去抓蜘蛛了 對 馬上抓蜘蛛 醜一醜一 好 雷克薩這一邊呢 快速的來到了對方的紅區 原本做了三隻眼睛都已經消掉 有被發現喔 要被夾擊了 有危險喔 好 馬上要撤退了 後面有一個洞 可以讓他隨時的做撤退 對 而且那個吉林也很快的靠過來做了一個幫忙喔 對 因為拉克斯他被壓制住了 吉林可以直接入侵對方的野區是沒有問題的 對 我覺得吉林前期的傷害面上面來講 其實讓拉克斯非常難受 我們都知道拉克斯其實是必須要在有一些裝備之後才傷害才起來 好 這一個狙擊 沒有中 這邊應該是想要做一個嘗試喔 因為其實如果再進來的話 他應該會變得蠻危險的喔 對 由於中路本身自己的碰撞 強勢Mountain打得非常的積極 對 而且很明顯他想要帶他們的下路線 所以不停的入侵他們的對方的紅BUFF區 對 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講 下路看起來H2這邊還是相當穩定喔 敵這邊要往上打嗎 被勾了 已經6級的敵這一邊 雙半的AD位都來到了6級 不過敵被雷神傷害打到了 對 其實剛剛這個往前跳有點魯莽喔 他一跳之後反而是接到射雷希的一套傷害 對 這個版本呢 雷神律令這一個天賦真的是太強了 對 如果雷神觸發 下路上線雷神觸發在同一個人身上 其實是AD的話 其實是很難去承受的喔 對 你有辦法在那20秒的CD時間內呢 POP出來雷神的傷害 其實你的幻血就是贏了 對 而對方沒有辦法打出雷神的傷害 就像剛剛一樣 所以敵的幻血呢 是略輸了一點 好 吉林這一邊 還在成長喔 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麻吉這邊應該要趕快去補他們 下路線的發育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都知道麻吉的下路線算是他們隊伍的核心 那我覺得以現在敵有點落後的情況之下 其實可以盡量的把壓力放在下路來做一個攻擊喔 對 因為吉林一旦成長完了之後呢 可以秉持著自己本身的一個高機動性來到下路做幫忙 而且他們Dive的能力也是很猛的 對 而且吉林這邊 這邊 Chovy帶的其實是傳送 那 Apex這邊帶的是進化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可以多多利用這樣子跑線 或者是支援速度快的優勢 來做一個攻擊 對 這一邊 期待接下來的一個進攻Timing了 第二個藍buff重生 要給予的對象呢 是吉林 然後這個藍buff之後呢 可以預測的是他會不停的推線 然後呢 入侵對方的紅區 找機會往下路線靠 對 而且我覺得這邊Apex的處境會變得很危險喔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兩顆炸彈就是半條血的情況之下 再有藍buff的加持 我覺得 Chovy這邊Poke能力會變得更強喔 對 拉克斯偏向是一個需要成長的角色 而他的跑線能力 風向能力 都不如其他的AP角色來得優秀 對 他主要的跑線可能就是用大絕 來進行一個收頭的動作 然後讓他盡快 盡可能快速的成長 簡稱就是尾刀 遠遠的尾刀 看能不能尾刀 對 但是他 喔 這一邊一個路窗的大絕 Publer出來了 帽子進去 牛直接頂了對方 後面的Tizen也跟到了 但是AD位的敵已經死亡了 吉林也跟到了 這一邊要dive了嗎 很痛 直接Publer閃現毫不猶豫 對 這邊如果不叫閃的話 下一個吉林的加速如果跟到的話 其實是有可能把Tizen暈在原地 直接做擊殺的喔 對 這一邊有預測到對方要來Gank 但是敵被先手打了一波傷害 直接被收掉 完全沒有辦法做反打 對 剛剛那個其實爆發性的傷害 我覺得敵這邊有點錯估了喔 他幾乎是直接瞬間就被打到 剩下大概五分之一的血量 對 而且Dreamer其實他反應很快 他去 因為這裡先把CC丟完了 他就是把剩下能夠CC的人給推走 但是敵本身 還可以做一個控制喔 不過傷害量上面其實還是敵這邊 沒有辦法承受的 對 HQ Mountain 嘗試性的下路Gank成功 拿到一顆人頭之後呢 又率領隊友拿下了小龍 這一邊一條小龍掌握在HQ的手中 對 而且比較可惜的是 剛剛上路蜘蛛其實有Gank成功一波 不過現在貪肯其實因為已經六等了 威能又慢慢的顯現了 他其實吃兵數已經有領先的十隻左右 不怕你Gank喔 而且近戰要打貪肯其實真的很痛苦的地方 是在於他能夠填你用 能夠吞你 對 就是他的技能觸發變得更容易喔 也就是說他其實在換血上面 就會佔了更大的優勢 是 頂多能夠跟他做一個護弄 而且保持自己上路血線不要掉 其實就是目前面對貪肯其實一個最好的處理方式 對 等一下看看ZIV這邊回去會補什麼 看起來是要往死者尖駕喔 我覺得這場比較特別的是 他並沒有先出三速鞋 因為上一次比賽的時候 他打閃電腦的時候 其實是以三速鞋做為一個主要的出裝 對 因為三速鞋這個道具呢 一是他便宜 二是他能夠看緩速 對於像是LULU這隻角色呢 完全沒有辦法CC對方 對 其實性價比來講 因為五速鞋做過一波NERF之後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都是選擇 以三速鞋作為一個取代了喔 是 像是五速鞋最多就是輔助 會想要更快速的入侵 哇 這一邊畫面沒帶到的同時呢 是雷希被擊殺了 看起來應該是被頂到直接打一波嗎 或者是 因為雙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克里斯拉大爵是沒有交的喔 所以其實不太確定那邊開戰的點是什麼 對 但是已經沒有小龍了 這邊拿到了一個輔助位的人頭之狗 牛往背後繞 想要帶補的意圖很明顯 喔 收起來 喔 有機會嘛 神經寶貝出去了 這一邊打牛了小兵之後 那Q起來的一直在瑞爾 往後拉掉提拚下來的會是 但是他收不回來了 好 彈肯琴已經繞了 但是無法做收頭的動作 這邊牛要直接陣亡了嗎 看起來是已經被放生了 欸 這個頭是浪給了 欸 這個是搶頭啊 欸 這鋼瓶炸彈就可以炸掉吧 等一下 喔 這一邊 replay的同時呢 可以看到算是兩個人的碰撞 對 應該是被頂回來 沒有注意到 克里斯拉這麼快的就回到線上了 對 這個二打二的碰撞 我覺得剛剛那個牛的人頭 其實一直如果在原地stand bite 是想要殺了但是 而且剛剛兩個炸彈已經放在上面的情況下 應該至少邱也會拿到這顆人頭吧 對 吉林已經潮少的離開了 但是彈肯琴呢 覺得我都交TP了 拿這個頭應該也不過分 對 我覺得這個dive的嘗試是有一點失誤了 因為對方是雙TP 我覺得有點太急了 是因為你把你的克里斯拉大絕 拿來做一個進攻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預期心 你要留一個預想回來退路喔 是 好 這一邊 美克薩 往前 頂了雙buff之後呢 翻到了Bobo 但是Bobo也算是一個坦克型的角色 血量還是維持到了一半 對 因為還好他這邊是一個特長頭 如果是一般的法師型上路 其實就有可能被dive了 對 這一邊 拿掉了一個上外塔 趁著對方彈肯琴TP下路的同時呢 取得這一個外塔的經濟 對 麻吉剛剛那邊真的是有點可惜喔 太急了 因為如果他們剛其實把 一折熱的閃現跟一技能騙掉之後 他其實可以作為 塔作為一個侵略的目標就好了 對 而且還可以拿到兩個TP 對 其實剛剛這樣有點太急躁了喔 好 這一邊 牛 剛剛被當神奇寶被丟出去之後呢 嘗試沒有成功 對 而本身的AD 哇 狀態也很差 要開了嗎 這個雷神有出來 但是 安的反應非常的快 好主角籤 躲過了一個很好的位置 伊莉莎在旁邊 這一邊沒有 是紅眼睛看到的對方的位置 而且呢 伊莉莎位置 有被通常掌握住 安 要逃脫了嗎 這邊還有射雷系的燈籠喔 所以位置還是拉得很開 應該是還好喔 就是整體來講不太危險 對 雷克薩這一邊 跟著吉林一起在掌握著上半部的視野 對 看起來是想要對上半部來做一點進攻喔 可能是以BOBO這邊做為一個進攻面 是 這一邊雷克薩 哇 這個Q還有吃到對方的秋吉 果然是Mountain 他打得非常的兇啊 真的是各種突飛欸 對 還是很平穩的劍的一個狙擊手 好 這一個大絕 快速來到下路線 要來協助做補防 吉林也開始靠了 但是這一邊算是順利的防守住 對 其實這場來講 邱瑞的跑線其實算是相當多 幾次的TP或者是說在野區的支援來講 都讓Mountain在入侵的時候更無後顧及喔 對 而拉克薩完全拿這個吉林沒有什麼折的感覺 首先他清兵能力是輸給了對方 而且野區的碰撞或者是 他如果野區單打碰到了吉林 他就會很慘 對 而且我覺得在剛剛前期被Poke 就是兩顆炸彈半條鞋的那個陰影之後 其實我感覺Apex不開的感覺 就繼續往前做一個進攻喔 對 這是一個心理壓力的壓制 對 因為其實吉林跑線了不少次 他的十冰數其實都是還是有咬住的情況 我覺得Apex這邊必須要再更幫助隊友一點 或是他至少要在現場拿到一點優勢喔 是 而一定是由於自己本身中路線弱勢 被清完兵之後呢 對方吉林就消失了 他也很太敢去從中路左右兩邊的河道 越過去去做視野 其實我覺得以這個CC圈來講 他們是有機會對吉林做一些什麼的喔 而不是讓他這邊在各種跑線跟發育 是 這一邊 雷克薩依然在做上半部的視野 對 而下半部的視野呢是由MG17掌握住 對 這邊看起來雙方 因為其實小龍還要一分鐘喔 感覺 AHQ這邊並沒有非常急著要在下路做一個視野 好 要錄清了嗎 這一根蹲點但是有一個紅眼喔 Pin了很多下之客喔 對 其實是有被發現動向的喔 對 他們很積極地想要在下路線打出一個破口 對 小葉葉這邊也是拉得非常後面 完全沒有要跟你往前的意思喔 對 而且眼鏡已經掌握到對方的動向之後呢 直接開了這個預視者毫不猶豫 對 其實這個預視者就像前幾天 呃 球球也有講到喔 就是說 主要就是路過 像剛剛坦肯騎並沒有強制要推兵的情況下 他就摳了Mountain一起來把這個東西給吃掉 對 一個路過的概念 你沒有龍牛塔的情況下呢 就拿一個預視者也不為過 對 其實我覺得AHQ拿到了這個預視者之後 可以Mountain可以配合中路的Chowy來做一個推塔喔 好 綁到小安 一個閃Q 有Q到直接陣亡 這個頭是由Dreamer的牛給拿到了 對 我覺得這個是Mountain一起來 他們在下路先鋪了這麼多視野之後 終於有做到了一點的事情喔 對 他們很明顯想要去打 從下路打出破口 對 他們想要從下路打出破口 然後在前幾做了非常多視野跟蹲點之後 這一次終於在視野的盲區當中抓到了小安 對 成功的抓到了小安之後呢 帶掉了一個塔 對 而且 現在龍重生的情況下 是有機會再把這條龍給帶走的喔 對 兩座塔的領先優勢 哇 要逮捕了嗎 哇 要逮捕了嗎 拉克斯 拉克斯有閃現的直接龍頭走 對 因為還有一個鬼魂跟著他 這個不閃不行啊 對 但是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其實如果你要去拿龍 就會變得相對危險喔 看起來HQ這邊要拿龍來換這個 拿塔來換這條龍龍 對 這個預視者的效果 讓小兵長得好壯壯 拉克斯用大絕清兵 但是對方人很多 可以直接拆掉這個中路外塔 沒有問題的 對 其實這個交換也算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喔 因為其實在剛剛小安被擊殺的情況之下 HQ要來爭奪這條小龍的難度就變得比較高一點 對 這是HQ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對 而且再加上他們其實已經拿到第一條的話 他們就不如拿其他東西來做一個交換喔 對 而且這個交換還蠻划算的 對 其實是蠻划算的喔 因為你等於是解放的擊領喔 喔 但是特朗德在上路的同時呢 也直接拆掉掉了上二塔 等一下 我發現他的打法好像不是要跟他打線 他就一直單機 他出的是九頭蛇 對 他好像也沒有要跟你打會戰 我也不管我自己的坦度了 就是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 對 哇 這個泰坦九頭蛇 他的TP目前還沒有拿來支援其他隊友過 對 他是不是幾乎是完全沒有用過 對 這個有點像是早期一個上路單機王的打法 對 我覺得感覺是一個不錯的套路啊 目前看起來他其實在每一次坦肯騎的支援上面 他都有拿到相對的東西來做交換喔 對 這個交換我覺得Machi17本身的一個交換 或者是他們的應對也非常的炫速 對 看起來是有針對這個想過 看來這次放出來真的是有備而來喔 對 真的是有備而來 目前呢 雙方都把自己的單人線往下露掉 而上路線呢 都是放自己的AD位 對 這邊看起來也是想像軍匠特朗的 來做一個單推線喔 是 這個外塔的數量其實領先比較多的 Machi呢 引直的這樣的一個數量 好 上路這邊 AHQ其實是一個四人的夾擊喔 這四人夾擊能不能成立呢 特朗的還有TP 對 再加上吉林有一個復活喔 對 這邊 喔 拉克斯還在中路啊 這一波不退就危險了 牛這邊 牛這邊 有一個炸彈 第二炸彈要不要上了嗎 上了之後就可以引到 但是神奇寶貝能夠收補他沒有問題 對 應該是可以 HQ這邊可以穩穩的把塔給拿下來喔 對 HQ直接拿出來 我要開戰了嗎 卡庫有綁到這一邊 能不能收掉他呢 哇 拉了燈籠 是吉林開了 很迅速的拉了燈籠 而且儘管他 目標要單打到這一個雷克薩 其實吉林有一個大絕可以保 對 其實剛剛吉林並沒有丟大絕 就算剛剛沒有拉到燈籠 其實吉林的大絕 應該也可以起一個不錯的效果 對 反而是克里斯塔這邊的大絕 其實我覺得收得有點莽撞 其實看起來牛剛是不會死的喔 欸 如果拉克斯他的輕兵能力 或者是他在中路的碰撞上 能夠跟吉林就是做抗衡的話呢 蓋在那個位置他不會這麼慢 對 他剛剛其實就只有用大絕 勉強少到A1的血量而已喔 對 如果AHQ在塔內有看到拉克斯的身影的話呢 他們也不敢嘗試這樣的一波進攻 對 整體來講 邱威這邊真的是經驗老道 他的跑線的時機點都掌握得非常好 喔 很生氣 伊莉絲閃現卡 困沒有綁到Mountain Mountain搶了對方的紅buff 瀟灑的離開了 哇 剛剛那邊其實算是一個嘗試 但是我是覺得就算你真的綁到了 你可能也殺不到 對 因為拉克斯他把招都交完了 對 其實拉克斯剛剛在搶紅buff的時候 把大部分的技能都交掉的情況之下 你剛剛的傷害量應該是不夠的 其實這個閃現我覺得有點 算是意氣用事吧 這是一個憤怒的閃現 對 而且Mountain好像有看到他閃現 對 看起來這個資訊應該是有被掌握 看起來等一下如果他要做進攻的話 又會變得更困難一點 是 就是這一邊 MG17上路外塔被推掉之後呢 下外塔還存在 HQ呢 直接把自己的雙連線配合的是 哇 這邊是打算五個人都一起過來啊 哇 全部人都往下擠喔 對 這一邊 MG17在這一個timing 回防的速度是有一點慢 對 還在野區做一個遊走 看起來是有機會喔 HQ這邊有機會把塔點掉嗎 哥里斯塔的位置還很遠 但是還在清小兵 兵還沒有進塔 先用一根柱子 下下對方 然後緩住對方的移動速度 小邊境塔了 麒麟也靠過來了 這個塔要放了嗎 看起來應該是要放了喔 我覺得 MG17這邊有點可惜的是 其實他們在紅區有不少的視野 而且應該都有掌握到對方的動向 但他們集結就是會比對方慢那麼一點點 導致他們很多 兩座塔都是這樣就送掉了 對 上外塔跟下外塔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不用掉的塔 白白的讓對方拿了 本身自己也沒有拿到對方的一個 塔數或是地圖上的資源 非常的可惜 前幾次的交換 其實當BOBO都有拿到相助運的東西 但是這幾次來講其實是蠻虧的 對 這一邊 下二塔的血量還被點了 哇 這邊被綁到了 燈爐沒落到 直接Q3 安妞又要陣亡了嗎 有了雞靈的大爵要原地復活了 神器寶貝收了 中間要丟了他 散 散開 反線上去反而是丟到了 這一個雞靈阿 今天的傷害 被打半條血量 我感覺要被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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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上來講其實並沒有太大補充 主要的原因是 Ziv剛剛在上路又推了一大波兵 他的成長又再度往上一層 那我們看一下剛剛的這一個回放 燈籠是沒有辦法拉到的 對 因為他被框住的關係 抽完神器寶貝之後呢 很明顯要來丟他 但是是一個 這算是一個 衝風球 非常的快速 直接打在了吉林的臉上 對 感覺他們剛剛其實已經想到 小羊會跳開 所以他們目標感覺就是要抓丟如魚 剛剛那個是沒有 是直接打過去了 對 因為吉林一死之後呢 有一個小小的空檔 麻吉一七抓準了這個機會 有機會 推了對方的中外塔 散翻 喔 孟藤散翻了之後呢 開啟了這個波會戰 麻吉一七本身的狀態非常的差 有機會的喔 喔 運到了這一個炸彈 非常的漂亮 直接運到了四個 四個人都有留住 但是對方完全沒有辦法逃脫了 哇 不過現在這個炸彈 可能還是要炸掉了 哇 伊莉絲直接陣亡了 拉克斯的大絕 沒有辦法收掉對方的射雷系 傷害還差那麼一咪咪 加速 哇喔 剛剛那個伊莉絲真的是 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非常可惜 剛剛其實其他的輸出點位不在 不然的話 如果跟上的話 非常有機會全部收掉的 對 這個沒有跟上很可惜 對 因為 Chowry進來的位置 是非常非常好 因為他是用傳送跟一個加速的效果 來達到這個戰場的喔 對 哇 麻吉一七 中路撤 推掉中路外塔之後呢 反而是會當撤退私利 死了人之後對方直接直指了這條八龍 對 我覺得他們可能沒有注意到 呃 Chowry這個傳送 其實是還扣在手上的話 他們剛剛特退的速度其實是偏慢了喔 好 這一邊 HQ順利的拿下八龍 經濟直接領先了對方 對 我覺得這場的話 吉林的表現真的是非常非常優秀 也難怪昨天閃電狼要針對這個點位 來做一些調整跟封鎖了喔 對 因為其實這隻角色呢 我們現在是在輔助位上有看到 對 中路位上呢 Chowry也展現出了這隻角色的風場 對 真的也是對亥宇的角色池來講 又是更添加的一滴 對 我覺得這個 哇 太彈性了 現在的HQ中路的一個角色池 完完全全的是走一個多元變化的路線 對 而且他出的裝備其實是時光之障喔 也就是說隨著時間成長來講 他會變得越來越強勢 再加上 呃 給的魔量 可以讓他不斷的使用炸彈來做一個poke跟控場 嗯 他本身減CD的傷害 就是減CD夠的話呢 他的那個炸彈跟加速是可以不停的做使用 對 等一下在會戰也許真的可以看到 非常多這種 呃 一暈四啊 一暈三的畫面喔 對 麒麟這隻角色會變得非常的難處理 而MG17這一邊能夠開戰的手段呢 其實也是蠻多的 這個就很考驗 Chowry本身的走位了 能不能夠抓得到這個麒麟 你看得到 他一個人很兇很兇 炸彈不停的丟 真的是很兇欸 他就加速自己衝上來 硬要丟你兩顆炸彈 對 拉克斯完全受不了了 看起來大絕青了中路的一波冰 但是呢 邊線在AHQ還在做整理 中路只是一個陽攻喔 這一邊整理完之後呢 就可以指指對方的第二個塔了 對 而且Chowry其實炸彈丟的都相當相當的準確喔 每一次的炸彈至少都能夠造成 兩三個以上的一個poke傷害 真的是 我覺得是 籃球應該打的蠻多的啊 就是投爛投的很準 蠻準的蠻準的 好 這一邊上二塔 直接進攻 還整綁到 卡控有綁到 這一個小鬼有咬到 但是他們塔被點掉了 剩下三分之一的血量 對 而且看起來傷害面上面其實有點不足喔 因為他是選擇先出了這個死者肩甲 那其實沒有AP加成的情況之下 讓對蜘蛛的傷害面來講 是沒有辦法給予一點 呃 加成的喔 對 伊蒂斯呢也是走一個 算是有點半坦型的一個出裝方式 傷害不是那麼的夠 哇 巴龍的buff非常的優秀 直接讓小兵變得很強大之後 那彈住了塔的傷害 直接點掉傷害 這個B塔讓麻吉非常難以處理 是因為他們還必須要閃炸彈 是 這個炸彈要閃 然後呢 伊澤瑞爾在遠距離不停的點這個塔 而且你只要往前貼 想要硬開的話呢 你只要往前踏一步 伊澤瑞爾的Q就是在你臉上 對 而且克里薩因為手比較 噢 這邊又被綁到了 但是出了水晶頭袋 哇 這個解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如果剛剛沒解好 搞不好又要跟剛剛 重樣鋼的劇本了 重點剛剛的悲劇了 但是這一次敲影 可能不會用大絕救你了 對 不會有人再救你了 順利的逃脫 哇 這個水晶四代也是救了他一命 對 我覺得整體來講 其實 麻吉這邊守塔要非常非常依賴拉克斯 就是要嘛就是他Q到 不然就是他要用他的 一技能跟他的R技能來做一個清兵 那這樣子的話 整體來說 他們的傷害面上就會比較不足喔 對 特朗德跟炭梗琪打的結果呢 就是一個沒有結果 對 他們兩個就是 開心的在下路 過得你農我農的生活 對 而且 炭梗琪會比特朗德來的滑溜一點 是在於他除了TP之外 還有一個大絕的位置 對 他其實有兩個方式 他可以先用TP過去支援之後 再利用大絕回到線上 繼續推你的兵 對 所以其實整體來講 支援性來的 呃 特朗德這邊會比較難以處理 對 而且炭梗琪還可以含住一個人 之後呢 再做傳送 對 趕快一個落跑 對 不論是自願性或是地圖的一個機動性 都會比特朗德來的優秀 對 但特朗德沒有辦法在單點上面 突破 貪梗琪這一個點 對 而且目前看起來在四個人 就是四一分推的四人點位這邊 其實 AHQ這邊的poke傷害 因為相當高的關係 對 讓麻吉這邊非常難以去處理 也很難守塔喔 我們可以看到幾次都是 秋雨的炸彈可能丟到底身上之後 你就必須要對付撤退 那塔也就陷落在對方的手上 麻吉琪現在的策略是完全防守掉 又是放掉自己的二塔 要來防守高地塔 這是他們目前比較能夠防守的一個點了 對 可是其實要守高地來講的話 剛剛其實是靠拉克斯的Q技能 來做一個poke型的攻擊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順利的綁到的話 其實對塔的防守來講 還是比較困難的喔 對 牛也不能冒然進場喔 牛一進場了 其實麻吉一七這一邊 沒有什麼寶牌的角色了 對 反而是 AHQ這邊可以藉由 秋雨這邊的炸彈來限制走位 然後再由 小葉這邊來做一個出勾 做一個開戰 對 這邊破口 還是要仰賴Apex的拉克斯 他能夠poke到什麼程度 對 尤其是 最好是能夠像前幾波會戰一樣 框到一個carry rain 然後打一波 是 我覺得這是比較有機會的 而且其實Etherail已經先出了一個 水晶四代了 他比較難做擊殺 喔 一個嘗試性 沒有辦法CC到 對 我覺得可能可以以秋雨這個點位 來做一個攻擊 就是盡量能夠把CC券交在他身上 也許他沒有辦法交出大絕的話 所以整個會戰來講 麻吉會非常的有利喔 對 因為現在HQ會那麼的囂張 在這一邊跳恰恰 尤其是有吉林的大絕 他不是怕被抓 對 不僅有大絕 他還有射一些燈籠 其實是非常能夠安然撤退 喔 這邊要硬打麻小愛 哇 這顆球很痛 Q上來之後 往後奧出月仙 POP的水晶頭帶 我傳送下來囉 直接Q到了這個 克里斯塔克里斯塔 POP的這邊閃現 雙方扭成一團 牛看起來 要被撕掉了嗎 這根柱子沒有辦法拯救自己的牛 牛這一邊呢 Q了之後 哇 還被勾回來 還被勾了 直接陣亡嗎 炸彈要炸掉 炸死了他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 嘗試是很OK的 其實這個開戰嘗試是很好的 他們在上方的那隻眼睛 其實是 AHQ沒有料想到的 所以剛剛那個開戰 其實算是非常非常的OK 可是很可惜的是 對方是一個Eazerail 而且對方回防的速度非常的快喔 這一邊上市了一個輔助位 哇 這個塔看起來是更難 喔 但這邊有CC到對方 Albys的血量變得很慘 對 不過這邊Leaf的慘度 還是相當的誇張喔 試了一套之後 他還是有大概七成左右的血量 所以這個血量還是很高 而且自己本身的Herryway 雖然剩下半血 但是Poke的性能 還是很優秀的 對 這個塔能夠守住 真的是非常 要歸功於Apex 剛剛這個連段其實 接了非常好的情況之下 其實把AHQ的血量壓低 讓他們撤退了 對 這個壓低 逼退對方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嘗試 對 等一下的小龍 其實我覺得 Machi這邊可以來做一個嘗試喔 那包含巴龍的視野 覺得也必須要提早來做一個check 不然如果等一下 又讓AHQ搶到一個先手的機會 搭配 這樣子Poke陣的推塔能力 其實會非常難守喔 接下來小龍也要重生了 但是小龍的數量呢 雙方都算是掌握得還不錯 不會有一個明顯的五龍差距 對 我覺得這條小龍 如果你沒有強的先機的話 其實放掉是可以的 反而是應該把這個注意力 放在巴龍身上喔 是 巴龍也是快重生了 但是這個timing 是可以讓HQ出完小龍再靠巴龍的 對 就看說Machi這邊要怎麼選喔 看起來他們應該是想要讓 Dreamer先去把巴龍去的視野給建立起來 那等一下在打巴龍戰的時候 會比較好處理喔 好 Machi慢慢的往小龍去靠 但是視野量非常的不足 CZ雖然要綁到一顆薩 這邊看起來是有搶到那隻河蟹喔 喔 這個河蟹有搶到喔 對 有搶到 有搶到之後就比較好防守了 對 而且拉克斯的Poke性能 其實可以讓他在小龍區 有非常好的操作空間喔 對 因為我覺得 河蟹這個點最OP的地方是在於 他本身給予的跑速性能 對 就是你在這個 呃 龍區跳恰恰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用這個 跑出來做一個拉扯的 對 這個拉扯是很強勢的 還是想要積極地搶這條小龍嗎 大絕招 要出來嗎 哇 這個炸彈很痛啊 炸彈 炸彈騎也往前驅險 卡葵雲算被自己到了 直扣呢 阿還是不停地往前做 追擊一個柱子 擋住了一隻瑞兒 炸彈騎 炸彈騎 大絕 過來這一邊 大絕來了 能夠留住誰呢 哇 牛這把推掉了 哇 還是要填到 但是 牛 被收起來了 沒有死亡 這邊馬吉斯基成功的撤退掉了 但是 小龍也沒有拿到 全面撤退 不過這邊看起來 中塔是有點危險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那個 吉林的炸彈 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喔 對 他的POG能力太好了 而且他很難抓 對 不過這邊 拉克斯因為已經出到了 黑魔禁書跟死貓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清兵能力也非常好 我們剛剛看到一大波兵 他其實是一個E技能 就整個都掃除了 所以整體來講 馬吉這邊的守塔能力 又比之前更高上一個檔次喔 我覺得對HQ來講 推塔就變得要更加小心了 對 這一邊 馬吉比較能夠出現的套路是 用伊莉絲的蜘蛛 或者是拉克斯的CC 去綁住對方消耗血量 但是他們很難做單殺 對 我覺得可能要再等到 拉克斯多了一件大雙之後 有點類似昨天邱尾的概念 就是說 我直接接一套就把你秒掉 對 讓你吉林 完全連放大絕的時間 都沒有 對 因為HQ這邊是一個不死的套路 吉林的大絕 坦肯奇的寶 都能夠有效的保護住 他們被CC到的人員 對 不過整體看起來 目前這個時間點上面 吉林的傷害量 還是非常非常誇張的情況下 馬吉這邊打的還是要很小心喔 坦肯奇 一樣嘗試性的在帶邊線 巴龍區的視野 由HQ掌握住 對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坦肯奇 他其實就是 不斷的在帶線之後 目前應該是要以冰心 作為一個出裝的點位喔 這個冰心一出呢 因為坦肯奇在角色 只剩克里斯大可以處理的 對 頂多特朗德 用大絕吸了他的坦度 但是沒有辦法處理他 但是我覺得以血量上來講 他還是可以坦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大概坦個60秒不是問題喔 好 馬吉17 直接往中路靠 但是OP這個畫面沒大到 我們不能夠清楚看得到這一邊的嘗試是 看起來是想要擠中塔 對 擠中塔 但是沒有辦法消耗到血量 好像要被開戰喔 坦克奇也靠了這一邊 雷克薩也在後面 伊澤瑞兒 遠處一個歐數月仙 進來開戰流人 雷克薩在後半座流人 但是呢 坦克奇也進場了 牛被收了起來 當神奇寶貝做使用 達克是一個遠距離的大絕 沒有收到頭傷害打得出來了 但是 牛的血量 直接被很殘喔 被收掉了 這邊 嘗試去做輸出 但是被對方吃掉了 他還在前面不停的要往poke 但是 後面這一邊 Mountain在做recall 他血量還是很足 他應該是想要用大絕來做一個回防嗎 還是要直接去吃巴龍呢 對 他現在是要直接吃巴龍喔 對 應該是要直接吃巴龍 我覺得剛剛坦克奇跟 那個 雷克薩的坦度真的是非常非常誇張 他們兩個人在五個人裡面亂串 然後竟然是 完全的 全身的腿 對 其實特朗德也在前面串了很久 對 可是因為 我覺得主要來講的話 特朗德這邊可能沒有辦法這麼棒的給予限制 是因為 坦克奇是直接把你吃掉的 噢 這邊神線 直接舔 噢 天使了拉克斯 噢 天使了拉克斯 有歷史達 不行了 跳射 跳射 我們來算一下 射了幾次 噢 台神這邊也有危險了喔 上掉 閃現逃脫 不過這邊還有一個坦克奇 噢 香蕉直接餵到了伊利斯身上 對 不過這邊也沒有辦法成功 阻止他們來吃巴龍喔 我剛才是看了 克里斯達其實他射了很多下坦克奇 對 剛其實坦克奇承受非常非常大量的傷害 對 但是坦克奇的血量絲毫沒有什麼減少喔 牛 牛這邊進場 進場 進下來了 但是這個巴龍呢 直接被拿下來了 真的要傳下來嗎 等一下 真的傳下來了 這一邊 克里斯達的動態還是很差 往前硬點 這一個坦克奇 直接帶掉了 但是現在野哥彈到吉利在旁邊 直接被CC到了之後呢 這個頭 有誰收下 我覺得剛他們集火的目標有一點不太對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去集火了一個坦克奇 導致其實 小安剛在旁邊輸出沒有人理他的 他就輕輕鬆鬆的點掉了克里斯達 對 因為克里斯達他真的是想要收掉這個坦克奇 對 因為克里斯達他真的是想要收掉這個坦克奇 血量上來說呢是比較可以做進攻的 但是他真的是很硬 對 他剛的坦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誇張喔 對 這樣一來一往之下呢 這個TP下去沒有辦法防守到巴隆的話呢 頂多是想要留人 對 而且你又不小心又把 其實你又把大部分的優勢又在還回去的情況之下 HQ這邊帶著巴隆跟吉林的poke能力 其實很容易就可以再繼續把後續做進攻喔 對 有巴隆的buff之後 吉林一個人 這兩個炸彈 在對方的塔前 不停的poke 非常的痛 達克斯受不了的開啟大絕座清兵 對 可是因為其實整體來講 雙方是兩個線路在帶喔 對 但是Mountain還在上路做BD 直接偷掉了上外塔 對 我覺得這邊比較難處理的是 對方其實有非常多的點位可以來做帶線 而你們只有一個拉克斯可以做清兵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 只要看到你拉克斯在哪一路 另外兩路就拚命推就對了 對 他們有嘗試性的要做Gank 就是讓克里斯塔收納的方式去硬開對方 但是這樣的一個套路都沒有成功 對 主要原因是因為 休威的位置其實拉的蠻後面的 那小安這邊應該是Eazer的關係 他有了奧術越前跟閃現的情況下 其實要抓到他的難度也相當高的 對 他還有一個頭帶 對 加上其實射雷系的燈籠要支援也相當快 好 這一邊沒有了高地塔的保護 應該是能夠拿下這個冰影沒有問題 這個冰影直接會被進攻喔 血量剩下的是三分之二 我們可以看到邱羽就是一直不斷的在對方 他來路上丟炸彈 他普攻的速度好像也蠻快的 對 上路的兵影快被帶掉了 麻吉十七要怎麼做防守呢 直接往後拉掉不做防守了 因為這Eazer的瑞爾在右側不停的poke 可是這邊馬狼又把下路給BD掉了 對 雷克賽又在BD了 哇 這一個是一個全面的進攻 踩完點上路的兵影之後 那中路的兵影也在拆 這個傷害量非常足夠 頂著加速 頂著加速上去之後 喔 這個會死掉喔 喔 用頭帶直接解掉喔 對 這個解得漂亮 因為他是有被Q到 喔 香蕉 子彈帶到一個進來 哇 有閃到 這個算是好的意思 好的意思 對 可是其實在不斷的逼近的情況之下 其實麻吉這邊的三路均勻都已經被摧毀了喔 對 他現在收不了了 一樣是這樣一個開戰跑路 哇 一直被連續的combo頂回去 但是沒有了四代 新年的大絕有順利的放出去 放在Eazer的身上 Eazer的在原地復活之後呢 是一個滿狀態 滿狀態欸 對 好 克朗德 一根柱子 卡住了對方之後呢 要做撤退 是一個全面的開戰喔 小安這邊又被受到激活 喔 小安這一邊又被點了進去 哇 坦克棋吃掉 非常非常的飽啊 小安可以打得很浪 就是完全靠這兩個隊友 真的 好 這根柱子 又流出坦克棋 在看著一些血量不量的高 對 但坦克棋還是慢 哇 太浪太浪了 已經沒刀了 我覺得小安 我覺得這個跳其實有點 太大意了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可以看到Apex 大招是先出去 然後Eazer才奧希爾先進來的 我覺得Apex也沒有想說 他殺得到Eazer 對 他可能只是想poke 沒想到就怎麼飛進來了 對 就飛進來了 直接死亡 因為他剛剛Eazer奧希爾先進去 他想要收的是克里斯達這一個人頭 對 枉費剛他隊友保得這麼辛苦 結果他還是自爆啦 你還是死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也算是很賺 因為現在AHQ直接拿到的是三座兵營喔 對 剛剛在對方的高地上面蹭啊蹭的 就把三座兵營全部都拿掉了 對 我覺得AHQ現在的進攻節奏 長得越來越高了 對 而且我覺得整體來講 他們帶線的人都不一樣 有時候是Mountain Die 有時候是Ziv去帶線喔 所以其實對Mountain Die來講真的是疲於本命 對 而且坦肯齊 麒麟這兩個角色的保護效果 能夠完美的把握住他們的Eazer奧希爾 只要Eazer奧希爾再稍微收斂一點點 對 就不要這樣剛剛那樣跳進去 對 就一點點其實就可以了 對 因為其實他整體的靈活性就已經很夠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其實非常多次Apex 都是成功的Q到Eazer奧希爾 但是不管是傑英大絕也好 或坦肯齊的大快朵衣也好 都成功的保住了小安喔 對 小安本身也有頭戴 真的是很難死 但是他又打得很風騷 不停的往前去Q你 點你 讓你受不了 對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AHQ這個陣容所需要的 因為其實吉林在後期來講 傷害面上面會比較不夠 那就必須要靠小安將非常拼極限的一個操作 來去給予輸出最大化 他可以放心的輸出喔 對 因為隊友其實都非常認真在保他 AHQ在這一個timing呢 他們的Polker陣的陣容還是很強勢 而且Polker陣很怕強開 但是他們用得很保 所以難怪閃電郎要BAN吉林這一隻角色 對 這吉林拿到之後 其實這場表現來講 邱威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從前期的跑線到後期的寶牌 其實都能夠讓這隻角色發揮他最大的效益 好 這邊看似是最後一波的攻防戰了 AHQ所有的粉絲都慢慢往前去淹進去 Zip 坦著傷害 但是血量只消耗了不到三分之一 邰威被綁到 對 這邊被綁到之後呢 下一波兵又要進塔了 Z上去 Polker陣的大絕 Chowy這一邊 只要不殺他 喔 他太衝動了 這個可以不用上去殺的 因為他還是有大絕有大絕的傷害 那個表述算得不夠精確 又來了 這一個Chowy是滿狀態的 牛被吃掉之後是馬上被收回去 免於一死喔 對 這一邊你能收我能吃 雙方的牛打結果大概30秒之後 是沒有結果的 都非常的飽喔 但是牛被吃掉之後 Polker陣的大絕 竟然被留住了 拉格斯還要往前做進攻 哇 萌桑還在前面 一個到四個 萌桑這一邊 一番四個 一番是直接陣亡的情況下呢 是讓自己的隊友 一個很好的空間往前擠 這一擠之後呢 可以無視對方的英雄嗎 直接點對方的主堡嗎 應該還是要拼命點塔喔 因為不點塔的話 其實還是會有危險的 應該是可以成功拿下 直接點掉這一座主堡 我們恭喜HQ拿下了第一盤的身體